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林子彤 現在先跟大家跟進內地和保安股市中午收市的情況 先看港股方面 恆指中午收市升90點 中午收報23823點 國企指數跌21點 中午收報9812點 大肆半日成加599億多 內地股市方面 狐心生物指數中午收市跌1點 中午收報3969點 上正跌3點 半日收報2912點 深淨成分指數半日跌27點 中午收報1074點 這個環節請Samuel跟我們聊 Samuel你好 我們先說一下大市方面 曾經都升200多點上來 但暫時來說升幅收窄一點 半日升不到100點 但都去到區間 23,500至24,500中間 後市怎麼看呢 現在正面消息似乎已經所剩無幾 沒有太多剩 但你見到美股方面 暫時還未反映 美國方面本土一些示威的問題 很多人在想什麼時候做淡號呢 因為升幅那麼多上來 你有什麼意見呢 暫時來看 我都覺得去到這些水平 算是七七八八 而且都要看看 它可不可以 站穩在23,700以上的位置 之前亦說過 雖然你說可能特朗普最近期的言論 對於中國來說 算是威脅性不大 起碼沒有提到要制裁 某一些中國的官員 或者一些機構 純粹是說要撤銷香港一些特殊的地位 對於你說中國實質上的影響性 暫時就不是有一些正面的威脅 所以大家可能情緒上 都算是樂觀 但是你說去到 是不是完全沒有影響 或者完全沒有負面的影響 那就一定不是 如果你說香港到時 可能在金融的地位上 真的有些改變的話 你說一些評級機構 或者一些基金方面 都一定會下調 你說香港的定位 由一個以發展的地區 它就下跌變成一個發展中的地區 那這件事對於他們可能在投資上 投資的佔比 或者你說可能給一些資產價格的估值 都一定會叫做有一個下調 所以這些負面因素暫時 都應該會叫做制裁 令到市場未必叫做可以回到 你說之前24000以上的水平 那我覺得你說23800至23900左右 暫時叫做看看可不可以 叫做站得穩 那暫時我覺得你說這些水平 阻力上都應該算是比較大一點 那已經是叫做 你說近期的那些叫做淡倉 去到29000左右 都應該叫做已經收回了 那會不會叫做之後開始 有機會掉頭向下呢 那而且在美股各方面 都有一些他們自己本土的隱憂 那如果到時候顯示 你說可能經濟都仍然是叫做 還未是可以在6月之前恢復 或者你說可能因為這些示威事件 令到你說失業的問題 都仍然是叫做持續的 那再加上你說可能本港 或者你說中國都有一些叫做 本地的確診個案出回來 那會不會你說疫情都仍然是叫做 可能有少少的其他人憂 有第二波的爆發在這裡 那這些的不確定性 我覺得大家暫時都要開始叫做衡量一下 那所以今天最高你說 去到29000樓上的位置 都開始叫做慢慢回下來 那我覺得這些位置 可以慢慢去減持回那個倉位先 那你說直到之後 你可能看看會不會叫做 在下一個的橫行階段做一個上落 那基本上你看到上一個星期 都是維持在22700至23700左右 這1000點做上落 那如果你說現在這些位置開始回的話 那有機會向下的話 向回1000點都不出奇 好 又說一下個別股份 東亞就是今天的移動股 因為有消息就說 它可能計劃出售他們中港銀行的業務 但現在其實市況都是有點不穩的 東亞的股價都是偏低的位置 現在再去賣東西 價格未必會好 但今天起碼升上了一成七上來 但是第一 你就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今次他們賣盤的計劃 就是背後 就是為什麼會在股價這麼低迷的時候 去賣呢 甩手的機會又高不高呢 暫時就似乎 未必叫做太多利好因素 就像上一次你說 大概三月的時候都叫做炒果 出售你說保險方面的業務 但是似乎這件事未落成之前 就已經要逼著 將主要的那些銀行業務 都開始叫做變賣賣出來 到時你說整間公司 剩下一些什麼的業務 都沒有人知道 純粹你說可能叫做炒一陣 非常之短線的 就是說如果真的有某部分的業務 是叫做成功出售到 都可能會叫做博一下 有一些叫特別色派一下 除此之外 就沒有什麼其他的利好因素 最主要都是叫做 主要股東發現 近期的業務叫做已經是每放月下 其實由股價開始 已經叫做看得出 你說可能由2018年開始 一旅漏下來 這些位置上個星期的時候 才叫做剛剛繼續創了一些叫做新低 短時間之內 你說再靠這些消息再炒 其實都叫做敏碎一點 極其量 你說可能中國業務方面 你說基於他們自己的文化 就不會叫做 少過一倍的PB 賣出去 但是你說香港那方面的業務 會不會都叫做賣得到一倍 或者叫都以為自己賣 其實又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始終你說 他們一來自己的競爭力 已經算是比較低一點 二來香港 你說面對著這些的政治環境 或者你說社會那個的氣氛帶動 其實本身的Performance 本地的板塊已經是叫做比較差一點 所以你只靠賣到中國業務方面出去 帶來那個收益 又不會叫做太大 所以我覺得你說 憧憬就不需要叫做太多了 在這些位置 可以拿到的水位 也都不算高 上一次你說 炒同樣的消息 你說賣保險業務的話 其實去到你說 250天線 在樓下一部份的時間 已經是叫做開始掉頭了 都是炒了一兩天左右 這次的時間 我覺得現在這些位置的高位 其實跟上次升幅的波幅度 都算是叫做差不多 有機會仍然是一兩天之後 就開始掉頭了 所以這些位置 再加上你說只炒 你說可能買中國業務 可以買到一倍PB的估值來講 又不算是有太多的炒中間 所以又不會在這些位置 再去追股份 好 麻煩Samuel 這麼詳細的分析 也要申報一下 有沒有錢有上述投入股份 沒有錢 好 麻煩Samuel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人 稍後回來再見